去年12月13日 河南讨新女工周秀云被警方打死 曾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如今4个月过去了 案件即将进入庭审 然而该案的代理律师却遭到山西太原法院的刁难 周秀云的女儿王茜周五接受本台采访时 正与律师一起向太原市检察院提交控告材料 王茜说 法院不允许律师复印案卷 不准程海律师代理该案 令家属感到诉讼权利被剥夺 也担心案件无法得到公正的审判 像于26号那一天 他给我们汪律师打电话 然后说能约卷了 然后我们律师被听到这个消息也很高兴嘛 等了好长时间了 然后过来了以后 他又说我们程律师不能做我们的代理人 然后又说只能深约在朝 不能复制 他们都认为就是说他剥夺了我们诉讼代理人的权利 也不得了我们诉讼权利 感觉这不合理也不合法 根据家属所说 该案在检察院时 律师就曾多次要求阅卷 但一直被以各种理由拖延 直至案件移交至法院 律师才被允许阅卷 程海律师周五向本台表示 由于他此前被停止职业一年 目前是以公民身份作为代理人 根据法律 只有在职公检法 陪审员 服刑人员等五种人不能作为公民代理人 他并不在限制范围内 程海认为 法院之所以要阻止他 是因为他对案情最了解 四名涉案人员 原农城派出所民警王文军 郭铁伟 原农城派出所协情任海波 原农城派出所副所长严东喜四人被正式立案的罪名 是故意伤害以及滥用职权 而程海律师认为 四人至少构成了间接故意杀人罪 在周秀云案发生后 中国官方央视及新华社等媒体曾报道 周秀云等人不遵守工地规矩 而与保安发生冲突 与讨薪无关 且是周秀云阻挠警方执法在先 不过 王倩强调 讨薪是事实 而警方举动粗暴 几乎不把农民工当人 央视等媒体的报道侮辱了他们的人格 有评论认为 周秀云的死亡似乎不是他一个人的死亡 怎么判决 决定着每一个中国人在未来的社会环境里 能否得到一个公正的待遇 一个弱小的个体 在面对一个团体的力量时 是否可以不用像今天周秀云的亲人那样 无助而彷徨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杨帆的采访报道